大家好,我是小梗,是一位萌新的迷你小玩家 看着身后金黄黄的小麦田,心里满满的幸福感 哈哈,今天我们要把身上这把奴附魔 这个奴可是花费了小梗一千多个迷你斗 想想,都有点心疼,得要好好打造一番 咦咦,现在路过的就是小梗的第二花园 这里可是高级Buff的圣场地 打Boss,一半战斗力得靠他们 来到附魔台,把之前的卷轴看看先 把击退属性,点燃属性,强力士基属性 无限士基属性,全都拿出来 咦,身上只有6颗星星了 又得到仓库,把星星礼盒全领出来 可惜,就只有17个礼盒 哎,虽然多了91颗星星 但心好疼啊,没有那么多星星啊 收拾心疼的心情 现在要把这个超贵超贵的奴给附魔了 首先,打上两级的强力士基 接着就是点燃,耐久 然后是无限射击和击退 这应该都是弓箭必备的属性吧 没有小伙伴和小狠附魔的不一样的吧 看看,还有很多同类型的卷轴 可以继续升级,美滋滋 登登登登,一把强力士 点燃杀,耐久二,无限二 击退杀的完美奴就出来了 这奴可是星星赏光,漂亮极了 云母屏风竹隐身 长河见落小心尘,哈哈 顺便问一下小伙伴,这弩的属性够大远古黑龙吗 有了这把神弩之后,接下来就是继续把花花养好 这样超级buff就会有了 先把成熟的龙雪花和粉色的龙石狼收一收 最重要的花花,当然是龙雪树 橙色龙石狼,还有星辰花 这可是增加超强攻击力和防御力的哦 这也是继续终点培养的 看看自己背后的花园 再看看身上的超级 远古黑龙,你怕了没